哈喽 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是在这个Mazda的厂厅 在我们眼前的这一台车就是这个Mazda的全新Crossover CS30 这台车我们预计会在明年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但是暂时还不知道它是CKD还是CBO 所以呢 我们先带大家看一看这台车 其实基本上来说这一个CS30是Mazda3的这个Crossover的版本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外观是很类似的 包括这个头灯主啦 然后这个前方的水箱护照啦 都是很像的 只是差别在于 他在这个前后还有这个轮弧这边还有一些防刮的材质 看起来是越野的 而且他有overdrive 虽然说这个Mazda3也是有overdrive的版本 OK 可是你从他的背部看的话 你就看到哇 这台车真的是很sexy 这个尾灯的设计 虽然说和Mazda3很像 但是我更加喜欢这个CS30 然后这边 它有注明它是这个overdrive的版本 然后我们这一台车是才有的版本 这个应该是1.8的 OK 然后 它有这个电动的尾门开启 你只需要按一下 它就会打开了 然后这个尾部的置物空间我个人觉得还不错 来我做一个demo 给大家看 OK 我把我的 我把我的back放在里面 所以大家就可以一目了然 看这个置物空间其实还不错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内装 首先我们看它的后座 同样的它延续了这一个Mazda的高级质杆 我这个真的摸起来很爽 这个开门的感觉也不错 然后这边都是皮膩软质塑架 然后它里面采用了这个白色的皮革 不过它的空间表现其实就和Mazda3一样不是很大 同样的那句话啦 会在意空间表现的人 其实应该不大会看Mazda的 它因为是override的版本所以还有这个突起的面积 这个是一点小悲剧 然后它有这个冷气的出风口 然后自己在全方的内装方面 其实它和这个Mazda3是大同小异的 当然它有这个电子手刹车 还有这个MZD Connect的旋钮等等 然后这个半数位化的仪表 还有这个支援Apple CarPlay的这一个 主机 OK 这个车型其实很明显的它瞄准的市场就是说 可能是 想要Crossover 想要SUV的人 然后又要一个比较运动化造型的 如果你是那种人的话 那么这一台车应该就非常适合你了 我们预计这台车会在明年上市的后 之后有更详细的信息 我们会和大家 分享 OK 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拜拜 拜拜 by bwd6